大陸对张婷对林岳阳出手 现在又有新一波 新一波是什么呢 可能要抓所有 透过网路传销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张婷林岳阳证实违法 中国官方都已经出重锤了 为什么说要出重锤呢 官媒怎么说呢 说张婷夫妇的公司涉嫌传销 他们说要弯掉网路传销独流 所以现在所有通过网路 在进行传销的公司 基本上都抓了一旦 而且张婷林岳阳这一次 中国大陆的媒体说 他已经确定在中国大陆直居了 因为不管是他们夫妻 还是他们公司 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在微博 在所有的社群平台上 通通被禁言了 张婷共关联90家公司 并且是77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但其中多家成立于2021年的公司 已经注销 报道说张婷曾一天内注销了9家公司 其丈夫林岳阳则关联53家公司 即使张婷夫妇没有违法的恶意 他们能否管理好这么多公司 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操作 不碰到法律红线 也是挺玄乎的一件事 据说张婷在网络上卖的面膜 他的售价跟成本的差距是45倍 对 45倍 这好谈 没有错 其实除了这个官媒人民日报 他弯掉这个网络传销毒流以外 他的网易他也落井下石 他说他就是传销 就是老鼠会 就是拉下线 一方面赚商品的暴利 一方面赚下线的钱 你知道中国大陆是禁止传销的 如果被确定为传销的话 那么最终可以开华 五年以上有企图行 所以目前来讲大家刹劣蛋 当然目前整个传销的 他的一个技巧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不断地发展下线 赚子子孙孙的钱 有一个在里面当六年的一个经理 张婷他们的公司吗 对 有一个在他们的一个张婷 跟这个林乐阳公司里面 他已经六年了 他说我刚才进去的时候 他说一毛钱通通不要 结果我进去以后 我就想说我拉一些下线 一个月如果可以做到 十万的一个人民币的话 我就有钱赚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的下线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怎么办呢 我就自己要去买 然后买买买 囤了很多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囤了货以后 我就要低价亏钱卖出 那这个中间 其实就变成有一点像老鼠会 一级两级三级的一个老鼠会 那讲到暴力 因为它的亭秘密里面 它有一个面膜的乳液 它的成本是四块人民币 那它卖多少 卖一百七十八块人民币 那一百七十八块人民币 那它的一个利润是十四点五倍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它这个东西也会被踢爆过 被踢爆过 对 就是有人皮膚发炎 当然这是这个见仁见智 但是也有劣势的一个纠纷 就代表说你的品质是有问题的 那现在这个生产的代理商 出来踢爆的 第三个它就利用拉明星去拉下线 他说你只要每个月你买两万块人民币 就台币八万八的那个产品以后 你就可以加入林瑞阳的微信 那加入这个微信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等于是我们公司所有这些人里面 你算是精英群的 又往上一级的 然后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文字早会 那后来都说那个文字早会是小编 又不是你们两个 又不是藏典跟林瑞阳 你如果在睡的一定是小编长的 所以这个中间就变成说 大家质疑的地方 当然就中国来讲 这种所谓的传销 它分成北派跟南派 传销还分北派南派 对 北派是打地铺 又不是武功 对 北派打地铺 南派住别墅 那讲到北派呢 北派是怎么做呢 它专门对一些比较年轻人 比较20岁以下的年轻人 那差不多大学生也好 比如说2004年的时候 重庆有一个欧立曼事件 那欧立曼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是一个化妆品 这个化妆品是假的 根本就是没有 有三个大学生出来踢爆 所以他们都大学生 然后就说你只要3000块人民币 你买了欧立曼的一个产品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去拉下线 结果整个全中国有2000个 大学生再学生都被骗了 然后被骗以后 它是异地训练 全部都集中到重庆去 然后住在地铺你看都打地铺 然后一间里面住十几个人 然后吃的是大锅饭 那所有的都是比较像 军人类似的一个生活 甚至你的一个 你的一个证件也会被扣 你的手机也会被扣 那入会以后 那你如果说三到五月份 它就跟你讲 你可以赚这个两万块人民币 每个月可以赚两万块人民币 那对二十几岁的大学生来讲 可以一个月赚两万块已经很好 这是北派的 那南派的什么 南派住别墅 那南派一般来讲 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传销 一个联手的传销 那另外它可能就是一个 纯投资资本投资 另外纯的商务运作 听起来好像上次我没讲过 所以它找的应该是白领 或者是有资产的人士 它走的是投资 走的是扛的是大陆政策大旗 来招揽下线 这里面我跟你讲 从教授 退休教授 研究生 海龟派 然后一般的商务人士 通通有 大部分起跳 都是七万人民币起跳的 所以你没有说三千块 就能进去 去的话都住得很好 他们都是去找一些别墅 一个人一间 然后利用串门子一对一的 然后把你洗脑传销 类似这样的 你想一想 好像前几年我们有讲过 南邻诈骗 广西南邻是不是 广西南邻诈骗 就是南派 就是南派的 所以南派北派不一样 北派年轻人 南派就是四十岁以上的 有一点积蓄的 资产人士 南派透过的是政策的大旗 透过的是投资的幌子 来做传销 我们现场受害人 逸廷是受害人 你当时赔了多少钱 那时候我是没有赔到 可是我警觉性很高 因为南邻这个事情 应该是流传很久 但是你是写了很多的报道 来踢爆他 对 那当时你怎么发现 它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传销骗局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我警觉性很高 其中几个集点 但他们现在最新的 就是会告诉你说 你身旁的朋友跟家人 他们不会告诉你去哪里 他们可能说 我在广州 我在厦门 我在这边工作 你就来晚嘛 你就来住我家 你当然就不宜有他 因为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家人 那你就想说 我出去玩 朋友要招待 那当然好啊 去了之后 第一个疑点 你机票拿到 他不给你拿 所以当初也是 你朋友找你去玩 对 他们假设说 招待你去旅游 对 然后你就来看看 中国的发展机会 那你当然就不宜有他 去了之后 拿了机票 确实有到广州 可是他就把你的机票 先收着 那因为是你的朋友 你一定不会想太多 到了之后 怎么要转机 要转机去南邻 奇怪南邻这个地方 我有听过 可是当下 因为你没有开网路 你没有漫游 你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要去哪里 他就说 你GPS不能开 不要让你的家人 朋友知道你在哪里 因为你去上网看 一定都是很多 不好的资讯 那当然去了之后 去了别人家里面 每一个人都用化名 什么花霸 樱桃姐等等的 每一个人都用化名 可是你的朋友 有用化名对你吗 没有 朋友没有用化名 他带你去认识的人 都是化名 对 都是化名 对不起 逸婷我先打个唱 我看到这个画面 你们去那边 旅游住这么好啊 打这么漂亮的厨 对 他就是 你去了之后 奇怪为什么两个人 要住四房两厅的 然后会有两个空房 那时候我就觉得太奇怪 怎么可能 不是那么好 四房两厅啊 然后是住那种好的社区 去了之后 就是被款待得好好的 带你去旅游 然后呢 你到每一个地方 带你去看房地产 这个是带你去看房地产 然后带你去夜市 带你去那边 台湾人开的店 重点是你去那些店 你都会觉得奇怪 这些店你在台湾都没看过 好 比如说什么店啊 就是吃的店啊 用的店啊 甚至 就是这些品牌在台湾没有看过 甚至夜市还有台湾人在摆摊 你会想说奇怪 怎么那么多人 你等一下 卖我们台湾小吃了 对 卖台湾小吃 可是你都是没看过的 或者说你没听过的饮料店 我就觉得太奇怪了 然后后来那天晚上 我就自己 就是隔了两天 他们又问你 你又没有梦想啊 然后就开始洗脑嘛 就是老鼠会的洗脑 传销的那一套 对 然后上面也会给你看到很多 大陆的官方张 当然你一定不知道那是真来假的 但是你看了之后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会心动 那我比较聪明一点啦 我就开了漫游 我就去查很多男女女的东西 我想说不行 这个到时候我真的被滞留下来 怎么办 然后呢 我是半夜的时候 我就逃跑了 因为 你是半夜跑掉 我是半夜逃跑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面对朋友这个压力太大了 然后证件在我身上 然后我在网上查到 所以你机票被他扣住不是吗 没有 对 机票被他扣住 我想说算了 就是机票钱就赔就算了 我能逃跑就好了 至少我证件在我身上 因为我看到网络上 就是那时候去查 有人是会被关在小空间的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希望你把钱拿出来 那钱要多少 大概30万台币 所以他们是用假借投资的名义 所以把钱拿出来 对 没错 最后一天他就是要你 拿出30万台币 30万台币不少 那很多 好 带你去的是你的家人 那么身上也没带那么多钱 对 他会借你 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 会说没关系我先借你 好 那借了你之后要不要还 他就说没关系 就是再去找三个人嘛 他们来投资 你就不用还了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来 就是老鼠会 没错 好 那最可怕的是 那你当初看到那些 在那里开店的人是什么样 演员啊 不是 除了演员之外 很多都是钱赔不出来 所谓的台流 是听得出来看得出来 很明显 你会想说 哇 好多年轻人来这里哦 大家是不是就是 有一同的梦想跟目标 那那些投资人最后都真的 欧欲去吗 就是最后都归零了吗 你说那些投资人 对 我必须说 下面的很多到最后是没有钱的 因为你 最后一块钱都没有回收 对啊 你真的能找到三个人吗 至少要三个人才能回本 他们是这样说啦 两到三个人你才能回本 但三十万不是小数目 那这三十万是去投资什么项目呢 就是给你看房地产啊 给你看那边的 比如说公司啊 南宁的整个发展啊 然后大陆默许给台湾人 可以的投资案 对 然后他就是用那种大陆的官方文件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韩外人就连我 我真的看不懂 那到底是真的很假的 总是有过户吧 总是有确实的这个买卖契约吧 对 那房子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 就是都给你看到那些房子 就是在那边 真的有 真的有 那最后为什么会血本无归呢 因为你钱了 你钱给了之后 他那个是假的合同啊 那是假合同啊 只是他用官方这样 让你以为那是真的 所以你以为你买了一间房子 最后你发现你签的 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假的 或者说你以为你投资了一家公司 你真的投资了南宁的什么企业好了 结果是假的 钱也拿不回来 那你钱借了你要还 你刚刚面的30万 就被酒在那边开店了 对啊 就变成到处都是台湾人在那边 怎么会有那种台湾没看过的小吃店啊 连夜市都有台湾人在那边摆摊 然后可是你去你就会以为 原来是台湾人来这边发展 你比较容易相信台湾人 好 这就是南派的传销手法 小心上当啊 对岸为了共同富裕 打打打 一路打 现在打到什么 打到传销了 第一个盯上的人是谁呢 林瑞阳 林瑞阳大家对他的印象 台湾人对他的印象是 他经常演花系列的小生 但没有想到他现在可是 大陆的企业家是富豪 光光在大陆的企业注册的公司 一百多间啊 小玉 确实啊 不过外传他们家的身价 是一千五百亿台幣 他们家身价一千五百亿 对 两个人夫妻的是一千五百亿 那事实上呢 他们这次被爆出来被查 是因为他们利用网路 进行这个传销被查处 资金被冻结了这个人民币六亿 折合台幣是二十六亿 可是有人认为说 你现在被冻结二十六亿 但是对照你一千五百亿的身家 应该是小屋见大屋 问题是 这只是骨牌效应的一环 第一张 后续还会有什么动作呢 我们来听央视主播怎么说 他说这一波的追税 不只追艺人 不只追直播主 现在连主播都成了追税对象 税务部门今天接连发布公告 要求明星艺人 网络主播等社会公众人物 年底前向税务部门 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 近期多位网络主播从业人员 因涉嫌偷逃税 被税务部门追缴并处罚款 再次警示网络直播 非法外之地 从业人员要自决依法纳税 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 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我想这个事情 从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来看 它完全是一起 涉及经济上的事情 跟两岸关系无关 任何人在大陆经商办企业 首先应该 依法依规 这是很明确的 好 为什么国台办特别强调 跟两岸关系无关呢 因为林瑞一扬不是台独分子 他在过去不断表态 我爱祖国 爱中国 对 还说我爱祖国 还摇那个五星旗 但是这样子表态还是没用 这次他出事 大家认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查税 第二个是传销 第三个还有认为 他们太爱炫富了 我先讲他们 炫富的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包括今年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林瑞阳过61岁生日 那这个公司 你看整个帮他 这个办大规模的派对 但是你看张婷当场单膝下跪 单膝下跪就说 领导生日快乐 祝你身体健康 你看张婷当场跪下单膝跪瘦 那你看他老板娘都跪了 你旁边的员工能够不跪吗 大家马上就跪下 那当然后来他有解释说 这个因为林瑞阳生日 就让他占C位 不过这个贵兽的举动 有人认为说 哇天哪 你把他吹捧成教主吧 比皇帝还夸张 这是张婷杰 他们这一次单膝贵兽 引发的一个风波 那再来就是2019年的时候 他们有办类似的这种直销大会 那林瑞阳他们夫妻 就有点像教主 在那边有点像叫卖 就说我们已经达标了 业绩达标了 五月单日突破20亿 就在那边 哇这边大家很热闹 但是事实上当时 也传出了一个新闻 就说张婷大手笔 在上海的黄埔江边 买了不是一层 是一栋大楼 一栋大楼 你知道花多少钱吗 人民币17亿 折合台币73亿 是一栋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最夸张的是 他买了一栋大楼之后 把其中的一层 送给他的闺蜜 桃红 对 好羡慕 还有送礼物 是送房子给朋友的 对啊 我知道你的闺蜜 可不可以 他就觉得说 但是他有说啦 因为桃红当时是 他们夫妻俩最困顿的时候 有帮他们伸出援手 所以他现在回库 不过他回正也觉得太夸张 你是送一整层的 这个上海的最精华的地段 皇埔江边的豪宅 对 这个是非常惊人 那再来是2020年的时候呢 这个他们夫妻俩又出新招 把这个镜头呢 就带到了他们家的这个仓库啊 那他仓库就号称说有 40亿的货可以卖哦 你看 他说各位 你可以看我们的仓库 这货满满满满的 是高达40亿哦 他其实两个人还坐在货架上面 他讲啊 就我们的仓库啊 有一整套SOP自动化啦 但是我跟你讲 他说哦 这个仓库啊 不是只有这一座 他们夫妻俩公司哦 在中国呢 像这样子的仓库有7座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天啊 你们的这个 这个能力啊 这个炫富也是炫富带的最高潮啦 但是其实不止于此哦 这个张婷曾经在一个这个会上面哦 他又在开始带了两手 满满满满的金条耶 你看 金光闪闪豪气满分 他在那边跳这个 还开直播 对 炫富 那他亮他的饰品啊 整手满满的金条 大家惊呆了哦 但是当时啦 当时很多的这个网友就亏他们 可是还有人帮他们抱不平说 哎呦 你亏他们就是认为说你是酸民嘛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很多人落井下石 就觉得说张婷你这个举动真的是太爱炫富了 张婷曾经讲过说 我回家那不小心都会剃到钱 因为我们家里到处都是钱 哎呦 很多人说我在家里不小心都剃到蟑螂 怎么会啊 不小心都剃到蟑螂 他们家是钱都在地上乱丢的嘛 不过你想到他们家就满满会剃到钱也太夸张 你知道他们家几瓶吗 他们家487瓶耶 将近500瓶耶 那你买买500瓶你会剃到钱 那不是代表他们钱全部堆满地吗 这个是有一个主持人去他们家上海的豪宅来开屋 那他这个上海豪宅是当时是人民币买2亿 然后是台币8.67亿 那这个是巴洛克风格 可是呢这个你看这个只是家里的一环 那主持人当时跟张婷走走走就说 哦 怎么那么累啊 你家厨房在哪里啊 怎么那么远那么远 他说哦 没有关系 因为第一次来我家的人都会大到会迷路 你看他家还有空中造景 他曾经最有名的是说主持人开他们家的冰箱 就说你们家的冰箱怎么满满都是肉 没有菜啊 他说我们当然不用买菜啊 我们菜都是用摘的 因为他有空中 现摘啊 对 因为他们家有空中菜园 有寄宿菜来 对 空中菜园 想吃菜就直接去摘 所以我们家冰箱是没有菜的 你就知道他们家哇 这整个简直是太夸张到一个几点了 不过国台办特别 真的林岳阳事件出来讲话 他说跟两岸无关 因为林岳阳是什么呢 对中国而言 他是爱国艺人 我爱你 中国 祝我生日快乐 祝我万岁 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一年365天 我工作356天 每个人都有家庭 我要有家庭 我也不容易了 来 来 来 慢吧 慢吧 我说过今天只要大家开心就可以了 有所谓 等一下我老公就来买单了 宝宝们 如果直播间的宝宝们 20岁过后不擦眼霜 对不起啊 你麻烦 你麻烦了 你的细纹会出来 所以婷姐告诉大家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一定要擦眼霜 必须要擦眼霜 保鲜血的拍法就是这样的 只要拍不撕 就往死底拍 好漂亮啊 所以她自己还下去直播 盛美 他们失业到底做得多大 是 其实林瑞阳跟张婷 是在2000年左右到大陆去发展 他们一开始其实工作跟失业 也并不顺利 当时林瑞阳 她跟几个股东就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 做什么呢 做代销 房地产的代销 而且他们的资金 根本没有办法在上海 北京 这样一线的大城市 所以他们很聪明 他们就到二三线城市去 因为2000年的时候 其实整个大陆房地产正在起飞 这个代销公司还蛮厉害的 专门挑一些建案里面 卖不出去的房子 然后锁定一些标准的客户 去进行游说 所以一开始她的代销公司工作 还蛮成功的 全盛时期有450个员工 一年光是签约金 新台币就500亿左右 她后来在上海也成立了 上阳房地产集团 她是董事长 林瑞阳她的房地产公司 后来在2003年 她其实在美国挂牌上市 叫美国续身房地产集团 董事长就是林瑞阳 她本身有了第一桶金之后 接下来就是成立了上海 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 做什么呢 就是这一次 就是张婷的这个TST 婷秘密保养品 也就是被抓到的 这个直销 但是其实她这个贸易公司很厉害 一开始通常这个直播 她曾经10分钟卖红酒 10分钟就卖了120万瓶红酒 那张婷的记录更厉害 她通常直播都按照义起跳 就是1亿2亿台币这样起跳 曾经一个晚上卖掉10亿的产值 10亿新台币 所以从他们夫妻的身上 好像都跟钱有关 那大家会说 为什么这次TST 婷秘密这么厉害呢 来了大家都知道嘛 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广场大妈 大妈的经济实力很惊人 她是透过什么呢 她直接在微信上面 你只要 通常都是妈妈 这些妈妈小孩去上学了 那这个小孩放学之前 你总是有一些闲散的时间 就直接在微信上 你只要去分享 用这个保养品 很好很好很好 然后有人买的话 你就可以抽佣 跟一般的直销 你要去买货囤货 是不需要这么麻烦 所以为什么将近 将近是上千万人 进入这个所谓的 微商里面的直销公司 好 那我们说回来 为什么林瑞扬跟这个张婷 要到大陆去发展 这跟当年蜘蛛精事件有关 蜘蛛精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先讲张婷 张婷在17岁左右 她是一支洗髮精广告 大家就觉得 哇 这个模特儿好漂亮 一开始还说她呢 是这个酒窝女生 因为她一笑就有两个 很明显的酒窝 很可爱 之后她拍了一系列的 花系列电视剧 最后一个作品叫做太阳花 她在里面叫汪子亮 名字就是亮亮 当年收视率非常高 那为什么会认识林瑞扬 是他们一起合作的一个电视剧 叫金色夜叉 林瑞扬当年在台湾叫 你知道台湾第一小生 从琼瑶剧到花系列 当然她的绯闻也不断了 她其实很早就结婚了 她的太太曾泽珍 当年也拍过电影 是所谓的学生情人 她跟她的太太之间呢 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可是当年大家知道 偶像不会承认自己有感情 不会承认自己结婚 所以呢一直很低调 一直到1998年 当时林瑞扬跑去了北京 因为张婷在北京拍戏 林瑞扬跟张婷呢 在拍戏之余呢 就跑去逛街 他们就想说 应该不太会有人注意我们 结果他们两个在 北京街上手牵手 被台湾游客拍到 当年这个事件呢 我印象深刻 是因为那张照片 有拿回来兜售 就兜售了一圈之后呢 听说卖的很高的价钱 就登出来了 所以你们报社没卖 没卖 好贵喔 开价非常高 但是你知道 不是小葛啊 小葛那时候应该还没生吧 多久以前 对 多久以前 1998年耶 1998年这个新闻炸开来了 不对啊 林瑞扬不是都有家有孩子了吗 而且张婷还是个女神 所以这个新闻当年 在台湾的娱乐圈完全炸开 当时林瑞扬的经纪人 是夏哥 夏玉胜 大家也知道吗 这个林瑞扬是夏哥的这个 公司的这个一线小生 所以这夏哥就很生气 有一次他就跟记者抱怨说 太可恶了 那个蜘蛛精 不要来勾引我家唐三丈 你是蜘蛛精 还想吃唐生肉吗 你知道标题直接下 蜘蛛精勾引我家唐三丈 从此这个蜘蛛精的标签 就贴在他身上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新闻登出来的当天 当时咧 当时的张婷 这个画面是他当时开记者会的画面 当时他正在拍太阳花亮亮这个角色 他立马开记者会 然后他一到记者会现场 他就说了两句话 我不是小三 我不是蜘蛛精 然后就晕倒了 完全跟电视剧里面的那个剧情 一模一样 然后你知道 他当场晕倒 而且你知道记者帮忙他叫救护车 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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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来就把他抬出去 完全就像演电视剧一样 然后他就到医院去急诊 就把发电脑搬到记者会现场 但是你知道当年太阳花亮亮 摄氏率多高 为什么这是他在台湾 最后一个作品 是各位知道早年 因为娱乐圈比较封闭 那如果被关上小三 又叫做蜘蛛精 当然大家就对他会有很多意见 所以林瑞阳跟张婷在2000年的时候 他们就到大陆去发展了 这几年呢 因为各位大家都知道嘛 他们现在都是富豪 所以林瑞阳三不五十都说 不要再说张婷是小三了 绝对不是 其实我当年 早就跟曾泽森临婚 可是你知道吗 这几年曾泽森也有出来讲说 他就是小三啊 无论是不是小三啊 各位张婷厉害的地方在 他改写了西游记 怎么会蜘蛛精 最后嫁给了唐三长 张婷曾经炫富到什么程度 她说我自己在家里都会迷路 是不是因为高调炫富 所以被叮到呢 最近有很多艺人 因为很高调都被叮到 不然啊 通常第一次来我家都是会迷路 我们都吃菜 哪有菜 你个骗子 我们家的菜都是 现在的 玩家的小菜眼 跟你好好的 我曾经有过一次 这么多平方公里的床 我只在这个最边缘这个地方 几次要翻山 其实我定位非常的明确 Vaya永远是主播 永远都是你们的Vaya 我不会当明星的 当明星哪要当主播赚钱啊 当明星呢 当直播主赚钱啊 Vaya呢 光光逃漏税被罚的罚款 60亿啊 对 那中国的一个共同富裕 这个飓风啊 现在少少少 少到了网路这个部分 尤其是网路炫富 它现在网路炫富 你只有在网路炫富的话 全部给你封锁 包括像抖音 最近就封锁了4000多个账户 那另外 它还有一个社群平台 叫做小红书 有9000折的一个笔记 全部被注记 被注记 你是炫富 那什么叫炫富呢 比如说你一个人 两个我们两个人 三个人去吃菜 然后你就点了一大桌 炫富 比如说张子怡的那个老公 那个汪峰啊 他就讲说 你知道我们家床几平方公里大 你知道我们家床是用平方公里计算的 我在吃龙虾的时候是150只起跳 等一下他们家床真的是用平方公里算吗 他到底 公里还是公里 他那个数学有没有学好 会不会他搞错了呢 对 但是像这样的话 全部都不行 另外 最近大陆的一个 他的直播货主一姐 威娅 被罚了台币60亿 60亿耶 你知道他漏税漏多少吗 他是漏爆了6.34亿人民币 其实这个税如果算起来才0.6亿 这样加罚款加起来 给他罚了13.41亿人民币 0.6变13.41亿 会怕吗 而且你知道威娅 他其实是在大陆 他曾经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他上过央视的春晚 他是一个脱贫的直播主 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公益 所以你想想看 连这样都打到 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一次多严重 那杭州的一个税务局 他说因为今年6月的时候 杭州税务局 列为中国的一个 他的一个共同互益的示范区 然后第一个找的就是威娅 那他说我跟你讲 我其实我有很早我就警告他了 这个网路 还有这个平台直播平台 绝对不是话外之地 所以你要小心 问题是怎么会连雍正爷也被盯上了呢 甄嬛传的雍正爷也被盯上了 对 那连这个皇帝都要补睡 那其实不是 因为陈建斌 他是这个甄嬛传里面的一个雍正皇帝 那他最主要 其实他也不是特高调的一个炫富 那有一次他们跟夫妻两个人 在出国的时候 在机场被拍到 他们两个夫妻 全部身上看得到的航档 超过十二万人民币 就这样子 十二万人民币五十万条 这样没啥理由 结果他们两个有共同去成立一家公司 就是合伙一家公司 叫做家博文化公司 最近因为合约的关系 结果华了人民币三千九百八十万 台币1.7亿 结果赶快他们就退股了 因为陈建斌他一趴 那他的太太是0.5趴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冯小刚跟张国立 他们也开始退股了 他的这个华怡怜 华怜怡文化这个电影公司 他们也赶快退股了 另外张子怡跟汪峰 他们也在一家叫做 新影家印公司里面 在申俊的 他持股是2.25% 也退股了 所以现在这些艺人也好 这些影视大哥也好 他们真的都已经了解到 再来 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就是我的 人人自为 差点男的 他就能有一个人 在哪里 有点 有点 就能有点